生活中每一滴血的背后 都是无数的努力与坚持 天然灾害带来的挑战 我们无畏无惧 将每一次的危机化为转机 只为了提供民众量足值佣的纯净水 台湾自来水公司成立于1974年 从水厂时代到省营、国营 历经半世纪的努力 以144个供水系统 埋水管线总长度66100公里 每年以30.08亿吨自来水 供应1800万人 为台湾的民生与工业 提供稳定的成长力量 造就全民便利的幸福好生活 台风、地震造成的水管断裂 台水公司立即启动应变机制 一方面进行抢修 一方面调配送水车 设置临时供水站 力求最短时间恢复供水 而豪宇造成的原水滚浊 水库和进水厂除了清淤整备工作之外 也会利用调节池的调度使用 维持净水设备正常运作 干旱来临时 依照水勤灯号启动干旱应变流程 依序实施水源调度 减压供水 减量供水 分区供水等措施 在干旱时期 尽可能降低民众的缺水不变 为有效减少停水与缺水的风险 配合行政院备源及调度稳定供水策略 台水公司进行了备源调度干管工程计划 在全国各地设置17条备源管线 调度水源互相支援 将原本送水主干管进行并联 就像是供水的第二条大动脉 让台湾民生经济发展不间断 2021年 台湾遭逢百年大汉 同年二月完工通学的陶竹干管 就背负起将石门水库的水源 输送往竹科的重大任务 避免了科技产业无水可用 遭受重创的危机 台水公司用一条水管救了全世界 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硬实力 另外台水公司拟定开源与节流两大策略 开源的部分 近年来已逐步开发浮流水 浮流水是河道下方杀粒石层中的水 藉由天然杀石滤镜 水质捷径且全年水量稳定 这些潜藏在地表的宝藏 就是台湾的救命水 节流部分 透过水网大数据分析与监控系统 监控管线供水水压 分析测得水管漏水区域 配合简陋人员徒步监听 搜寻漏水点并排除异常 与此同时 台水公司也积极进行管线钛换工程 评估现有管线状况 逐年编练预算进行钛换 以降低漏水风险 维持供水稳定 因应台湾各地水质特性 净水设备也因此做了部分调整 澎湖地区水资源匮乏 为了满足民众用水需求 海水淡化成为了主要民生用水来源 大高雄主要依赖的水源为高屏溪 由于高屏溪过去污染严重 且硬度较高 成千湖等树场 也为此而量身定制高级处理设备 透过前臭氧 结晶软化槽 生物活性碳滤床等设备 来改善水质与饮用口感 稳定的高品质 是顾客信赖的依据 台水公司生产的每一滴水 都是以最高规格来把关 每日针对原水、清水 进行各项检验工作 并利用24小时线上水质监测仪器 达到临时差监控 同时定期派遣水质检验人员到用户端检验水质 确保民众用水安全 所有的专业皆来自于扎实的训练 自来水 台水公司更重视民众的使用体验 行动APP与网络衣柜台 让服务没有距离 1910免付费专线电话 24小时提供贴心专业的服务 民众有任何用水问题 只要拿起电话 随时都能得到协助 全台96个服务据典礼 台水同仁以亲切笑容 迎接每个零贵的客人 不论是水费查询 缴费或是申办各项业务 柜台服务人员都以积极态度为用户服务 环境教育要从小做起 为了让小朋友知道 水资源与生态的重要 台水公司与宜兰申沟 高雄晨清湖 与云林湖山等进水厂 设有环境教育园区 由专业导览员讲解 让进水厂成为大自然的共荣教室 资源再利用 将进水过程产生的污泥点石成金 变成最具环保与经济效益的建材 配合政府净零排放的政策 台水公司盘点各区进水厂及建部 于何须的场域 安装太阳能板进行发电 另外近几年 积极在进水厂加装小水力发电设备 利用管线中流动的水流 推动水轮机来发电 种种的做法 都是希望尽可能提供绿色电力 为保护我们的土地 尽一份心力 台水公司自1974年起服务至今 虽曾获得各界肯定 但人秉拒着谦虚 专业与热忱 兢兢业业为民众默默付出 面临全球气候异常 带来许多供水挑战 台水公司全体同仁 仍持续坚守岗位 为民众提供量足直优的干净熬水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